Hello, welcome to Moshan USA show. I'm Lydia. This video will speak in Mandarin, but providing English subtitles. The topic is about big tech censorship and shadow banning. Big Tech就是大科技公司的审核,然后还有那些暗自的审查。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一直受到来自微信的审核,也说过了非常多的这种不合理的审核。 关于一个大科技公司的审核呢,也算是一个巧合吧。 我前两天刚刚发布了一个视频,可以说是人出无海,讲的就是关于言论自由和提倡在美国高校,尤其是以MIT麻省理工这样精英大学为代表的地方,希望重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之风。 视频发布出来,我们就收到了来自油管系统的黄标。 这让人非常震惊,发给任何美国朋友,可以说所有人都难以置信,这个视频怎么也能被黄标呢? 当然了,我后来就去申诉,而且申诉也成功了。 问题是这种事情本身就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从我自己这个平台的经历,同时也结合美国现在一些媒体曝光出来的现象,就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和总结。 让我们来看看当下一些被这种高科技大科公司不喜欢的言论受到多么偏激和过分的审核。 你如果要参加MIT言论自由联盟,这个组织它并不需要你是MIT毕业。 只要你支持像MIT这样的高校,要恢复学术自由,要支持言论自由,那么你就可以加入。 在他的第五期新闻通稿中间,就提到了一个叫Steve Kutch。 这个家伙正好我们之前其实翻译过一次,他在CDC提证会上的发言。 然后当时还翻译了另外一个康纳尔毕业的医生的发言。 结果那一期的翻译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没上美国的视频就被审核被封杀了,然后让我们一个星期都不可以再发视频。 同时呢,我们还搜到三个月不可以放广告的这种处罚。 当时没上美国的这个油管频道还是挺新的,然后我们也没有广告的功能。 然后到了12月份,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平台可以开通广告了。 那一打开,结果让我非常吃惊的就发现,我们那时候也就60来个视频吧。 有接近一半都被系统黄标。 这种黄标就是他们的一种软性的处罚,让你的视频受不到广告。 实际上的一种经济上的制裁,就让人震惊。 那么当时一些什么样的视频就会受到黄标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这是来自美国众议院国会听证。 这个梅西议员呢,他当时就冲击国会事件。 就像美国司法部长加兰特提出了一些问题。 整个内容呢,一部分就是梅西议员的这个提问。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来自真实的这种视频的记录。 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错误误导信息,或者是非常极端的这种内容呢。 但是这个视频呢,就被黄标了。 我当时对这个梅西议员了解不多。 然后我就当面,就是哪个被这种大科技公司眼里当成hillybilly,就是乡下人的议员给我带来这种麻烦。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结果我发现啊,他其实本科和研究生呢,都是在MIT就读的。 另外一个视频让人很吃惊的,也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最近的关于这个言论自由,关于麻省理工言论自由联盟。 那这个视频,如果你是用电脑在看现在这个节目的话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金太号那个部分。 他就能把你导入到我说的这个视频,被审核了这个视频。 你可以看这个视频完全就是没有什么敏感,没有什么问题,还要被黄标。 下面这个视频被黄标的呢,福布斯,鸣嘴,卡尔森采访徐东风的这个采访节目。 我们知道呢,这个徐东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棘手的小族裔》,《Uninconvenient Minority》。 这本书呢,还曾经一度冲上亚裔历史类和歧视偏见问题类,这个亚马逊书榜的第一名。 卡尔森的节目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人收看,而且他的观众呢,根据一些左派媒体的报道呢,都有40%的观众是来自利伯如,Libras,保守派中间很主流的一些内容啊。 就这样,还要被YouTube黄标,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所以说白了吧,现在你在油管上面如果发出跟左派不一样的声音,保守派的声音,当然他们没有把你算成罪犯了。 但是这种相当于就是一种经济制裁,就是你这些视频你都别想有任何收入,就用这种方式让一些人减少发声。 他这个油管平台的这种立场是多么的一边倒,多么的明显。 第二个要跟大家揭示的呢,就是这个推特的审核。 我此前呢还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个,然后这两天做一些数据分析。 比如说吧,我就拿今年三月份选择两天我的推特,他的那个impressions,也就是多少人在推特上面看到我这个推文的这个数据啊。 然后跟我一年之前,一年之前那时候我的推特刚刚注册没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吧。 就是跟那时候同天去进行比较。 结果你发现怎么着? 好,这个平均的阅读量啊,一年之前我那时候刚刚有推特的时候,比现在发推特获得的阅读量还要高了几乎两三倍。 差不多十个推特推文,来做算一下这个平均值。 当时一年前呢,平均下来是888个阅读。 现在过了一年吧,我发推文,同样是十个推啊,得到了平均阅读才477个。 结了一下后台的数据截图,你可以看红框框出来的就是这个阅读数据。 所有的证据都放在这儿,大家看一下。 这说明什么?说明亏了一年了。订阅我推特的followers,就是粉丝。 也从以前才几十个人,现在涨到接近一千个人。 但是这种推特系统让我推特能够被阅读的可能性降低了50%到70%。 你看这个案子私下的审核有多么的惊人。 那我再提供另外一个。 这两天呢,我们关于这种种族之间的基因是否有差异呢? 做了一期视频节目。 那么我就分享在了推特上面,而且我把这个推特还置顶了。 一旦你置顶的话,理论上看的人应该更多,对吧? 结果呢,我置顶了两天之后,一看这个后台数据啊,这个推文才200多人看。 那200多人看一个推文,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这个推特账号,我刚刚申请的时候,我发了第一个推文。 当时就有700多人看,就比现在还多了三倍不止。 我刚申请推特账号的时候,第一个月,那时候是去年二月份。 所有推特的推文都比200多人看要多,有的还上千。 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一个置顶的推文看人,还不如我一个空号, 当时第一个月发的推文看的人多。 熟悉墨上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微信上面是受到封杀打压的。 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次给我们封了两次,前后累计七个月。 然后重新解封之后呢,我们莫上美国这个微信公号的阅读量人气, 就已经是比解封之前要下降了70%到80%。 结果跑到墙外来,微信难民到墙外希望能够有不同的记忆吧。 那这数据发现啊,手管和推特这么审核,轻轻松松, 他们就赶上了微信对我们的打压。 所以在这些大科技公司自媒体平台上面, 如果你发出对左派挑剔的声音,支持保守派的声音啊, 你就自动被他们的算法被标记成极端。 所以保守派就变成极端,就是这些平台的一些看法。 然后就对你进行各种明理和暗理的打压线流,非常惊人。 那么最后一两分钟呢,我就跟大家成递一下最近最新的一个微信审核的例子。 一个这样的留言,这个留言呢, 基本上就是对MIT取消一个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演讲,前后经过做一些总结。 你可以看到这个留言中间到底有什么地方要触发了微信的审核机制。 我想了半天啊,后来发现可能就是这个英文单词两个字,free speech, 以及它对应的中文翻译言论自由,在这个留言区触发了敏感词审核机制。 所以导致留言被微信判为违规,把你给封了。 现在你看你多么可怕,多么极端,连这样的词都已经变成了禁词。 微信公号你如果在它的正文中间用英文的free speech,还没有成为禁词。 当然这个中文翻译成言论自由是不是个禁词呢? 我个人是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就用错别字来代替言论自由。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想用我们平台的这种亲身经历,呈现一下现在美国这个大科技公司的言论审核有多惊人。 而且我听到很多我们的读者朋友啊,或者是我各的其他各种熟人给我们讲被审核的过程。 正好最近这个Torsi Garber,他上卡尔森节目也讲到了这些大科技公司的暗审。 最后我就跟大家放影一下这个采访以及翻译,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是多么普遍。 作为实际上美国人现在的一个渔情的一个平台,美国大科技公司这种自媒体平台如此资甘堕落,肯定是要影响舆论的自由和公平之风,对美国社会的危害呢,也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You've said recently that Facebook, Mark Zuckerberg, has been suppressing your message, here's the clip of you explaining. When people try to type my name into the search box on Instagram or the discover box, my account does not show up. I'm also getting a lot of reports from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at me, at my name, at Tulsi Gabbard, and mention me in their Instagram stories or posts, and they're getting a warning that says this account has posted false information. So we're fighting for freedom in Ukraine, but we can't speak freely in this country? That's kind of the conclusion I'm coming to? Yeah, pretty much that's the conclusion is, you know, big tech is acting as this dictatorship, telling us what we're allowed to say, what we're not allowed to say. You know, the thing that they're saying, I'm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 Once again, there's no evidence, there's no examples, there's no notice from them saying, hey, this is what you're saying that's false. Right. Absolutely none of that. So it comes down to if they don't like what you're saying, if you're shining a light on the truth, then you're going to be shut down or silenced. Yeah, well, I'd like to have some freedom here. I think that would be our first, our first concern. 所以希望收看这个视频的节目的朋友大家都做点什么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反抗,支持那些为言论自由奋斗的平台和组织。 我们必须要打赢这一仗,否则美国这个国家将变得让我们无法再辨识,我们熟悉的一切都将远离我们。 好,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给我们留言点赞并订阅我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